蔡哥故居 他应该有个牌子 你看 折上了 出来一下午 在厨头上睡着了 就给他看看蔡哥的旧居 不是故居 因为以前蔡哥进京的时候 在这住过一段时间 我们在棉花活动 现在去找一个 怎么讲 常见的一个吃的 这东西呢 走 别走 别聊了 大了就知道了 一张猪啊 人不多 还行 走 我们想吃点鞋顶火事 吃点铁单 看一下 我可以这样 要点肉 然后火事单要我自己加 可以是吧 新肉走得非常一样一样半斤 我是不得吃这点 来个鸡蛋汤 来个紫蛋汤 136 咱这鞋顶火事 是不是河北衡水那个 对 真是 是 这个在北京不太常见了 我们可能是 就这一家 就这一家 河北人是吗 河北 河北衡水的 我小时候见过这个东西 但后来再也没有了 我听着一朋友说 这边有 我赶紧过这车尝尝 我看这样还不错 我马上看了点铁片 尝尝 尝尝尝尝 得尝尝尝 得尝尝尝 小时候的感觉 得嘞 谢谢您 不客气 这老了呀 脑子是有点不够用了 我要了三种绕 要了俩火了 那怎么加是吧 紧急又加了一个 现在咱们再加一个 再看看尸山那依九的 也不是尸山的 这是北京尸山一九 鞋有点活着 你看像个那大鞋底 不是这种鞋底 是蓝岸鞋的鞋底 那我就不鞋 签能铁 听到了吗 咱们想签能铁那个衣服 烤熟了之后 它里面是空缠的 然后你看这边 特别的脆 人家说我知道 这不是驴火那个吗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反正驴火是圆的 合间驴火是长的 确实有点像 开口也开口方式也是 这么往上 但是尺寸比这个小 而且那个夹的是驴肉 这个夹的是那个熏肉 就是熏猪肉 我点了三种 一个是这个熏的一个肥肠 这个看起来就不错 然后这是肘子 肘子 然后这个是熏肉 其他部分的肉了 也猪身上的 每一样咱加一点肠茶 它这丹麦如果加肉的话 是16块钱一个 自个儿呢 这火是丹麦三块 现在桌上所有的 这两个汤啊 加上三个火 加上这一块 一共只好140块钱 两个人吃一顿晚饭 你说贵吗 也不贵 还能解谈的是吧 来 先来肘子 这肘子是凉的 说心说啊 不是曾经给你凉的 这夹着吃点什么 无论烧的夹肉啊 火的夹肉之类的 最好就是饼是热的 然后再夹着东西是凉的 上面有肉汤啊 有油啊 还一划 划在这个饼上 把这个饼皮卡一浸润 吃去吧 好吃的呢 你看你做这个不错吧 这个一盘是40块钱 加一个这个 这个慢斤43块钱 这咬一口 别着急再卷一个 加一个肥肠的吧 这玩意儿原来在北京出现过一段时间 就是我印象小时候家里头说鞋里的烧饼 鞋里的烧饼 鞋里的烧饼呢 但是我确实有这个 有这个记忆啊 出了好家了啊 别人肠油还都在啊 是熏出来的 能闻着特别浓得熏烤的味道 我一样一个做个 它不解馋嘛 我做成这样子 把食肉给你一个 老板第二天把我开了啊 你来一个再来一个 给您个位 皮好脆啊 这汤虽然饱了 但是用来救命了 它啥椰子撑上去了 我认识外皮是非常非常脆 非常非常薄的饼皮 当您买的时候您注意 一旦来给你热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烙出来以后 它先烙后烤做出来 凉了就没有那么脆 这皮就了 好了一下这皮 恢复这种焦脆焦脆的 然后这口感也是 就可别酥脆 关于它这个皮啊 本身是有咸淡味的 不是咱们常规做的那个 喝点油酥啊 这么面一揉就完了 它里边应该是插个某种调料 白嘴吃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当初据说发明的时候 还是河北恒水一个 它啥三种烧饼 鞋两种都明白起来 都第三种鞋点烧饼 当地特别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当地有这个风俗 打着大饼啊 就烙饼啊 卷各种熏肉 正好又不等它取义 儿媳妇也不等它 他们家一亲戚 有这个做熏肉的手艺呢 诸言碧格啊 反正网上有这个消息 咱自己查一下 一试 觉得这个东西风靡了 就开始往轻轻船慢慢的钉下来 到现在也是 河北早上那边的一个特产吧 现在说的 在北京 他家刚才 小伯娘的鱼鱼 跟我说好像是独一家 北京别的地儿 没准也有 但是就这么平民 这么方便的吃 我们反正今天是 多年之后吧 第一次吃 我感觉还挺过瘾 不错 闹得也好 我特别提出表扬一个什么呢 它就叫不错 这个肉看得像酱肉的吧 是熏肉的 熏肉 不光熏肉熏肉的 除了有酱肉的那种 简简单啊 特别浓的浓卤味之外 但有很浓的这种熏肉味 这个不错 而且这肥瘦我这你还可以 可以 你把它搁在一边 我再尝试我那个 肥肠热的 去这边火热怎么样 你好 幸会 你经常来这吃吗 经常来 哎呦 感谢 我们先录 录完后再聊 说实话这么吃肥肠玩 第一次啊 以前小米家的时候 没加过肥肠 嗯 吃了一会儿 还是特别酥脆的一点 嗯 这肥肠 腥味更重 好 它热量把肠里面肠油都用化了 小米家如果只挑一个的话 我觉得走的吧 可能更解采一点 肥肠的也好吃啊 它的咸度特别合适 这饼虽然淡淡的咸 加上这个肉 熏肉这个咸味刚刚好 我饶了沙 鸿鸡这俩呢 我都吃不太凉 那个肉我一尝口绕着了 这上面都一个味儿了 我尝一尝这个熏肉 你看看这质感 也是肥肉的当 它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强的熏味 反正加在火热里我判断应该也都不错 你看我还是这么吃得特好 一口这个肥肠切点烧饼 一口这个肘肥肥点 这个切点烧饼 来 我试试偏见各位 来人为两位公子吃饼 嗯 这咋还吃鸡呀 嚼热了 锅很有嚼劲的 你看一边薄一边厚 看这个薄的特别脆 饼还是厚的 现在是化了油以后的肥肉 这不懂不懂 我加的也好 加油加的多 把它加了 看这双重菜单 嗯 好吃 不懂 一定要吃完 不能浪费 好 光顾吃了 人家送了这个 没用啊 显然是占他用的 所以我再补一口啊 同志们 不是我馋小哥哥的这个 来个肥瘦的吧 太肥了这块 再来块瘦的 蒜泥啊 酥蒜 你看 果然就是这么吃的 哇 有点烂 不错 九度饭包 砍一砍 聊一聊 北京有俩棉糊 最有名的是 在安静门那块的都棉糊 然后呢 西棉糊 或者是默认棉糊 就是这儿 就是全里这边 这边这边都是 里边特别好找 66号 菜厄的救星 刚才不也拍了吗 这些小空间的耐情啊 包括反对袁人海之类的 这历史咱就少扯一点了啊 但是这些活动怎么得名啊 跟他没关系 怎么得名的 还是有点这什么的 明末的时候 就是 是吧 天下大乱 有个女的叫秦良玉 大家知道 秦良玉 对 秦良玉起兵秦王 到北京来救皇上来 这个朝子都乱了 没人给出现 他自本毁家疏难 然后自本 把家财散军 到北京来 在这边驻军 他说驻军怎么 驻军没吃没喝啊 然后就组织这帮军队在这 放棉花卖 放棉花弄用布 然后卖 然后呢 两个人存在 一个就是这个今天的片里 就是这棉花活动 所以这活动叫棉花活动 为了亲见他 他俩哥哥好像都站死了 他过来他那什么 然后后来也是吧 还有一个地儿叫四川营 就是在今天 在我南北一带 那个地儿有好几条棉花活动 因为他不光跟这儿放棉花 但是也放棉花头条啊 特别特别多条 其中有一条 还能说哪条啊 有些来住人 也没说特别细啊 棉花有一条 其中有一个 是北京四大 之一 至少是之一啊 应该排第二了吧 那么一个 各位 我现在想听这个故事的啊 给我点个赞 这会咱点赞过四万吧 过四万 我已经讲了过这儿了 老瞎人了 你要自个儿来买成品 加的肉可没那么多 只要二两啊 我那加的可是半斤啊 我客人挺喜欢的 这种小店也存出了真味道 值得帮他们宣传认识 此经此经 我又想赴施一手 火烧出身 在枣墙 加上熏肉 特别香 虽然长得像鞋底 老白称得直浮墙 好